在這個封閉的社會主義國家 農曆新年是於金家王朝或朝鮮官方革命史 沒有任何關聯的唯一公共假日 不過朝鮮民眾還是手捧著鮮花 來到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雕像前 又一次地表達他們的敬意 一名婦女說 在朝鮮任何重大日子期間 人們都要在前兩代領導人的雕像 或肖像前競選鮮花 VOA 衛視報導